Hello大家好,我是Michael招 今天咱来炒个旧饭 新做的那个非常经典的solo 因为一直都有不少的朋友来找我要这首曲子的谱子和伴奏的 可见这个solo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经久不衰的 这一次再把这个solo拉回来 那是因为我心中其实还有个遗憾 大家心目中最经典的版本 就是这个在studio里面 这位吉他手用黑卡来演奏的版本 而实际上我以前的版本 和他这个版本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加上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改动 那这一回我的目标就是 做一个能和他尽量接近的版本的谱子 同时伴奏也要尽可能接近这个版本 因为之前我给大家的那个版本的伴奏 其实是从一个现场版里面去剪裁得来的 虽然说整个伴奏的框架是一致的 但是和这个studio版本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 这一次我把它做了一个重置 希望我这一期的谱子和伴奏 能够激起大家学习这个solo的欲望 谱子和伴奏肯定不是完美的 仅供大家参考或者是娱乐来使用 今天我所使用到的效果器是 Welton最近刚出来的这款GP200LT版本的效果器 和原来版本的GP200相比 它的体积更小了 也就更便携更适合放在桌面来使用 待会演示的视频我会使用这台iPhone8P来录制 同时我会用一根这样子的转接线 就是一头是Type-C的 一头是接苹果的lightning的线 连接到GP200上进行音画同步的录制 同时我会用另外一台手机进行伴奏的播放 为了能让伴奏也同时录制进去 我用了一根这样子的3.5的对录线 将播放伴奏的手机 接到GP200的OxyIn里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GP200是支持同时把伴奏录到视频里的 那视频上能够连接手机录视频的效果器 已经不少了 但是能够同时把伴奏录进去的效果器 还不算太多 那GP200还有GP200LT就是其中的一款 所以这个功能给需要录制视频的朋友 带来很大的便利 这样你就不用去碰那些视频编辑 还有音频录音的软件了 直接打开摄像头 然后启动视频的录像 就可以做到音话同步 并且带伴奏的视频了 而且音频全部是无损内录的 所以它的音质是非常的好的 打开播放伴奏的手机 但是能够伴奏的视频的 放开播放伴奏的视频 简要的是说一下今天所使用到的音色 这个音色其实是非常brown sound的音色 也就是比较泛海伦的音色 很难定义它是一个英式还是美式的诗帧 毕竟泛海伦其实最早的时候 是用Marshall来做他自己的音色的 值得一提是如果大家想要获得 接近原曲的音色 最好是使用一支Less Paul类型的琴 并且在Solo的时候 记得要把这个档位控制打到琴琴档 这样就能够获得像原曲那种浓厚的鼻音了 这个音色我是从GP200的一个官方的预设里进行调整的 用的是第16组的B号音色 箱头模拟就是这个百威的5150 然后箱体模拟是Bugner的412 我先把其他部分关掉 把周边什么的都关掉 大家听一下它的原始音色 想要获得更加猛烈的效果 这里加了一个压缩 大家看一下 这个压缩当做一个推子来使用 同时可以打开一下降噪 把底噪给消除一下 然后是EQ 打开后这个声音会变得更亮 然后就是延迟 延迟这里我是开成了以四分音符作为实质去反复 这个时候大家要先设定好预设的BPM 这首曲子的BPM是84 所以大家要预先设置好 然后我再打开一下这个混响 房间混响 所以最后的音色就是这样子 这个音色有着比较大的增益度 同时又比较结实 加上周边之后 它的声音又非常宽广 无论是那一弹节奏 还是弹solo 都是非常带劲的 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所使用到的音色了 希望本期节目能够的对这支solo有个重新的认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